这好像正义还有话要说啊 我确实有点话要说 但是老师我不是找茬啊 今天陈奶奶这个问题我们是解决了 对吧 这个小技巧我们也出了 但是阮老师今天你可有点偷懒啊 这是为什么想的办法 下轨咱们不能这样了 这还要造反呢 这小老花子可真不是白长的 现在正义都先已经净化成我们节目的义务监督员了 对 这说明在节目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在提高 不过我相信阮老师肯定还有大招没放 对不对 我觉得吧 还是铁峰老师了解我 他们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吃菠萝健康吗 对啊 还说了啥来着 关于菠萝还说打皮的事了 气皮难吗 有些年纪大了有的时候这记性不行 这个说到点子上了 这菠萝皮虽然难消 但是它却有很多的妙用 菠萝皮本身有很多妙用 可不是吗 这是好事 这便废为宝啊 对啊 你赶紧教教大家 那刚才那陈奶奶说想省你是不是 对啊 行我就给大伙来省一省了 首先呢咱们观众朋友有喜欢养花的吧 那削下来的菠萝皮你也别着急扔啊 你用它来制作菠萝酵素 让它变成最好的花肥 酵素啊它是改善土壤的好材料 环保还没污染 而且呢更加是绿植最喜欢的一种花肥之一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也简单呢 把那菠萝皮切成小块 随菠萝皮白糖按照10比3比1的比例 给它混合在一起 找一个那个玻璃瓶 给它密封起来 两周以后菠萝酵素它就做成了 你就用它来浇花 保管你家那花 长势喜人 行 这活我就按照您说的 就这么干 我养花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的啊 就是得跟大家确定一下 你这个罐的密封完了 它是一个发酵的过程 发酵它不产生气体吗 可不可以中间适当的拧开盖放放气 是不是不影响质量 我觉得吧 我们每回的问题 要是漏了哪个知识点 您都给我补上了 您那是没来得及说 是不是可以放气对吧 对不然要爆炸 对不对 有时候容易炸了 容易炸杠裂了 对对对 出事就不好了 对吧 您关于菠萝这事 不可能就这一招吧 这当然不止这一招了 这菠萝皮的妙用还有呢 您说 您像这家里的锅 咱要是不注意 用的时间久了 翻过来一瞧 哇 这锅底黑黑的 一层黑垢 清洁是个难题吧 常见现象 对呀 其实这个菠萝皮 也是去除黑垢的神器 只需要用菠萝皮带肉的那一面 来回的蹭一蹭 哎呦 这个污渍它就消失了 对 它那里有果酸 你看又给我补充知识点了吧 另外呢 如果说这污渍 时间长了 它比较严重 怎么办呢 里头再掺和点洗结晶 你再一起蹭 这效果就更好 嗯嗯 嗯 漂亮